训试 Hi 大家我是Pegg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 前阵子我去妇产哥做例行检查的时候 挂号的护士 一看了我的健保卡 这是我吗 好可爱喔 上面的生日 竟然就问我说 家惠 年纪差不多了 有孩子吗 要生小孩吗 打算生吗 进了医生的门诊室以后 又在背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 要生要快 想生不一定生得出来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呢 我就是到了这把年纪 我今年已经快要三二了 不管是在诊所啊 还是健身房 朋友圈 亲戚圈 我都一直被问相同的问题 那我的回应其实都是 一言难尽 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是我准备了一个小盒子 这个小盒子里面呢 有一些小东西 我觉得里面的小东西呢 能够为 这些医生护士 大哥大姐 亲戚朋友们 来解答 那这里面的小东西 其实也蛮具代表性的 能够贴切地形容 我们这一代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这一代的特色 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很多人都说 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我们 是一群草莓族 在这个草莓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我们其实是一群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挫折 抗压性低的年轻人 我们三十几岁了 不婚不生 这不就是跟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 背道而驰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标签对我们来说 非常的不公平 也有很大的误解 因为我们这一代 有我们这一代的辛苦 我们很多毕了业 出了社会找了工作 就面临着种种不同的挑战 其实我们的生活 真的离安居乐业的梦想 越来越远 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是 低薪资 长工时的工作环境 大学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每个月的收入 才三万多块台币 大约一千块美元 那么如果你是来台北市 租房子工作的年轻人 台北市的租金 就会占了你收入的三分之一 其实真的很难生存 低廉的薪资 跟不上通货膨胀 更跟不上年年攀升的房价 房价年年攀升 要想在台北市买一间房子 你得不吃不喝16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搬来 房屋价格相对低的淡水 低薪资 高房价 那更不用说 结婚生子了 结婚是一笔开销 养孩子更是一大笔开销 在这么多的 无形的经济压力之下 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的观念 就渐渐消失了 这些东西都代表着 我们这一代 所面临的一些制度问题 还有挑战 我觉得这也说明了 我们不只是经不起挑战 经不起压力的草莓族 更是一群坚韧不恼 努力奋斗的果实 因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努力地生活着 在百忙之中 给自己创造一些小确幸 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也更美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